今天我们的题目是讲到基督的再来 基督的再来 那我就选了一处的圣经是在使徒行传 一处的圣经用来给我们知道基督再来 为什么圣经会这么说等等 我们会看很多的圣经 等一下大家都会看到 请大家一起站起来 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好不好 今天的经文不是很多 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 我已经做了全书 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的 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 以后被接上生的日子为止 他受害之后 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 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 讲说神国的事 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 祝福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父所允许的 就是你们听见我所说口的 约翰是用水施洗 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 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是造的 耶稣对他们说 不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 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也 直到地级做我的见证 说了这话 他们正看着时候 他就被取上身 有一朵云彩把他借去 便看不见他了 当他往上去 他们定心的时候 突然有两个人穿白衣 站着旁边说 加利利人啊 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 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 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 他还要怎样来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恩主你是又真又活的真神 你是唯一值得我们敬拜的 恩主我们感谢你在十字架上面 为我们舍身 主啊三天之后复活 证明了你是神 你有神的大能 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你跟前 求主你给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 有一颗接受你的灵的心 主啊打开我们的耳朵 来听你的话语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耶稣的名祈求 阿们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基督的再来 基督的再来 那刚才我念的这个经文 大家一起念的这个经文呢 是在使徒行传 第一章第十一节 使徒行传是路加医生所写的 他不是耶稣的门徒 他不是耶稣直接的门徒 可是他是一位跟耶稣在这个服事上面 我刚才说了 他是一位医生 圣经里面呢 他写了两本的书信 第一本是路加福音 第二本就是使徒行传 那这个路加医生呢 他写呢 比较特别 为什么我说比较特别呢 因为他是医生呢 他写的这个书信呢 是比较详细的 对考古的圣经的人呢 是非常有大的帮助 因为他是医生 写东西就比较详细 当耶稣升天两千年之后 去看回以前的书信的话呢 他写的地点 他写的人 他写的样样的事情呢 因为有提名出来呢 就比较容易考察 那刚才我们读到的耶稣 再来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呢 他提了几件事情 他提了耶稣被害之后 被杀 牺牲了 然后复活 复活之后不单只是这样 他跟门徒在一起 差不多有四十天 四十天的时间 在那四十天里面 跟门徒在一起 不单只是跟门徒在一起 也显现了给很多人看 然后他就叫门徒 你们不要离开 他要等将要来的 这个就是圣灵将要来的 他后来就在那边 我们刚才又提了 那门徒就问了一个问题 说他们聚集的时候 问耶稣说 主啊 你复兴以色列国 是要什么时候呢 那耶稣就回答 跟他们说 这个时间 时间什么时候呢 是神所定的 你们是不知道的 那接下去 他们就看到 耶稣在他们眼前 升天的一件事情 被一朵云彩接上去 之后就没有看见 可是第十节呢 就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发生 他们正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忽然间有两个人 穿着白衣 这个天使就站在那边 站在那边 他们看着耶稣被接上去 没有回答他的一些的问题 接上去 他们就看着 那我们怎么办了呢 那这个两个天使就回答 跟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还站着望天呢 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 你们看见他怎样往天上去 他还要怎样来 他还要怎样来 所以基督再来 这个事情呢 这个耶稣 其实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 就有讲到这件事情 圣经里面 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就是知道说 启书录 整本书 这个新约圣经 后面的最后一本书 都是讲耶稣再来 那是不是只是那边讲耶稣再来呢 其实也不是 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有讲耶稣再来 马太福音 贴撒罗尼加前书等等 旧约也是有讲 可是我们通常可以说是 在讲道上面呢 都会有点点滴滴的讲耶稣再来 比较少说 有一个可以说是有一个主日学 还是有几个礼拜 完全的讲耶稣再来 可是今天呢 我们就要讲这个 耶稣基督再来的事情 那我今天呢 就分了三段讲耶稣再来 我们的大纲是讲到说 耶稣再来的根据 第二 耶稣再来的本质 而耶稣再来信徒的持续期望 耶稣再来呢 这件事情呢 是非常的重要 是我们可以说是 在基要真理里面的一部分 这个是什么呢 如果有一个 称为说是 他们是信圣经 看圣经 但是不相信耶稣再来呢 那个教会 我们在福音派里面 是称为异端的 是这么重要的 耶稣再来 不单只是在圣经的一个地方 两个地方 三个地方 其实都点点滴滴的 一直在说 那他再来的方式等等 如果是偏离圣经的话 也是被称为异端的 所以大家都要非常的注意 虽然是可以说是没有说 用一个学期讲耶稣再来 可是耶稣再来 是一个基要的真理来的 那为什么会说是 有耶稣再来的事情呢 我们刚才就看了圣经的一段 只是那里吗 我们就先看根据 因为我们所说的一切 都要有根据 这个根据是从哪里来呢 不是王伟利所说的 这个不是根据来的 是圣经 要从圣经出来的才是根据 我们先就看 耶稣再来的根据 耶稣再来的根据 我们在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看使徒行传 第一章第十一节 刚才我们所说的 我再读一次 这个加利利人啊 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 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 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 他还要怎样来 他还要怎样来 所以他还要回来 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八节 像这样基督竟然一次被献 就是持在十字架上面 担当了多人的罪 他将要向等候他的人 第二次显现 第二次显现 并与罪无关 乃是为拯救他们 第二次显现 这个是另外一本的书 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 叫你们的信心 既然被试验 就比那被火试验 仍然能怀的金子 显得更宝贵 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这个是彼得前书 约翰尼书二章二十八节 小子们啊 你们要住在主里面 这样 他若显现 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 当他来的时候 在他面前也不至于羞愧 也不至于羞愧 所以如果我们这里 简单的看一下的话 《使徒行传》 刚才我说的是谁呢 是路加医生所写的 希伯来书的作者 大家都觉得是 使徒保罗所写的 彼得前书是谁写的呢 当然是彼得写的 约翰尼书是谁写的呢 是他的使徒约翰所写的 所以不同的使徒们 都是写 都是自在耶稣再来的事情 他们只是写 耶稣再来的事情 这么简单吗 其实如果我们看 这个《贴撒罗尼加前书》呢 他又写了 他说我们现在造主的话 告诉你们一件事 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 存留到主降临的人 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心 这个是使徒保罗写的 他不单只是写 耶稣再来 他还写了 耶稣再来的时候 对那些已经睡了的人 跟那些还在的人 怎么 他这里说 耶稣再来的时候 那些已经睡了 死了的人呢 会掀起来 然后这些还活着的人呢 会被提 他还讲了一个次序 详细的讲了一个次序 所以他不只是讲耶稣再来 还会讲了次序 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 接下去再讲一点 《贴上红尼迦》前书4章16节 他说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 又有神的号吹响 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 必先复活 再一次的详细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主耶稣自己有没有说 他要再来呢 也是有的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接下来是在哥林多前书11章24节25节 原来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 每一个月守圣餐的时候 也是照样提到耶稣再来的事情 我在这里念 在这里说 诸谢了就掰饼说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你们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要纪念我 饭后也照样拿起饼来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信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 是表明主的死 只等到他来 原来我们每一个月 我相信我们每次守圣餐 都有提到这一点 都有强调 所以这个基督再来的事情 是在圣经里面 不同的经文 不同的跟随主耶稣的门徒 不单只是门徒 跟随主耶稣的旁边的一些信的人 像路加 都有提到耶稣再来 这件重要的事情 picture of ripous попад下来的 这件事 第七节 主耶稣在启示录 结束 这本书快要结束的时候 他自己说 看啊 我必快来 还遵守这书上预言的 有福了 所以弟兄姐妹 耶稣基督再来 这个是根据整本圣经 不是你跟我所说的算 而是圣经里面说了算 而主耶稣自己也说了 在今天的教会里面 很多不同的教会里面 我们所谓的异端 他们可能就开始的怀疑 为什么耶稣再来 可是在刚才我说的 这一点是基要真理来的 我们要抓得很准 我们要抓得很准 虽然在教会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是讲到说 我们成圣 我们要怎么读圣经 要怎么跟主耶稣联系的关系 借着祷告 借着经文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耶稣再来这件事情 是基要真理来的 接下来我们就看 基督再来的本质 基督再来的本质 也是基要真理 我们看三件的事情 我们首先是看 基督再来是他亲自再来 亲自再来 而是荣耀的身体再来 第二件事情是荣耀的再来 他是要做王 第三件是荣耀的再来 他是要做审判者 他是要做审判者 这个可能跟我们看 耶稣的诞生 为我们的救赎 死在十字架上面 是完全的不同的 首先我们看 耶稣是亲自的 荣耀的身体的再来 我刚才所说了 启示录22章第七节 这里这么说 看啊我必坏来 这个是耶稣所说的话 还遵守这书上预言的 都有福了 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一节 刚才我们也看过 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 他还要怎样 他还要怎样来 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十一节 这个是荣耀的身体 我们在今天的一端的 很多的一端的教会里面说 耶稣再来呢 是会再来 可是是他的灵会再来 他的灵会再来 他们异端是这么说 可是圣经呢 记载呢 是他亲自必自再来 我就这里翻了几处的圣经 说耶稣在没升天之前 被钉十字架 复活之前 他跟门徒生活在一起 他是怎么的情况 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十一节 第十二节 第十三节 这里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 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 他的门徒就分散了 有一些灰心就回去打鱼了 不知道以后日子怎么办 可是耶稣在那边就去临接他们 耶稣跟他们沟通了之后说 他们在打鱼 你就把这个网撒在水里面 照着他所说的 这个西门就把这个鱼网撒在水里面 后来呢 他们去打鱼了之后 一次捞 就捞到一百五十三只 鱼虽然这么多 网却没有破 所以他们是有一个互动在当中的 不然只是这样 耶稣就对他们说 你们来吃早餐吧 门徒中没有一个人敢问他是谁 因为他们知道他是主 他们为什么不敢问呢 因为他们是一个很伤气的 耶稣被钉石下 心里面很伤气 不知道下面一步再怎么样 他们也是很惭愧的 因为耶稣说他会复活 他们没有完全的信 可是第20章13节 耶稣在这个互动上面呢 就跟他说 耶稣就拿着饼和鱼给他们 所以是有一个互动的 不是那些一端的教会说 耶稣只是会灵的回来 耶稣是真的肉体的复活 更要紧的是 在他的门徒当中 有一个叫做多玛 多玛不相信耶稣的复活 多玛不相信耶稣的复活 可是当他亲自见耶稣的时候的话 因为他曾经说过 我要看到耶稣的时候 要摸摸他手上的钉痕 要摸摸他的肋骨 当他看见耶稣的时候 耶稣怎么对他说呢 就对他说 伸过你的指头来 摸我的手 伸出你的手来 盼入我的肋旁 不要疑惑 总要相信 所以耶稣不是肉体复活的话 这个多玛怎么去摸他的手呢 怎么去摸他的肋旁呢 所以耶稣是肉体的复活 他是荣耀的身体 我们不能够完全的明白 但是耶稣亲自的复活 荣耀的身体要回来 这个是一个圣经的根据 接下来我们要看 耶稣第二次再来 再来的本质 他再来的本质呢 跟第一次来的本质呢 是完全的不同了 完完全全的不同 第一次来到世界上面 是一个卑微的 他是在马草里诞生 虽然是有我们所谓的三伯士 来带礼物给他 耶稣呢 在信的人身上呢 他是王 可是在不信的人的身上呢 他什么都不是 真的是很惭愧 这么说 可是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 就不是这样 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六节 这里这么说 在他衣服和他腿上的名写着说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 这里这么说 所以神将他身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 无不屈起 耶稣再来的时候 不是信耶稣的人 才敬畏他是神 是万王之王 是万主之主 那些不信的 到时候 他们也没有理由 不承认 他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这里我们看到说 因为耶稣的名 每个人都要败在他的面前 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第二十五节 因为基督必要做王 等神把一切仇敌 都放在他的脚下 当时候他做王 不是我愿意承认 还是不愿意承认 仇敌也是同样的 要摆在他的手下 他做王的时间要多久呢 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十五节 第七位天使崔号 天上有大声说 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 他要做王 直到永永远远 那或许你会问 说今天耶稣不是做王了吗 他不是做了永永远远的王吗 其实是的 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信徒 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生活 靠着圣灵得胜 可是我们仍然是居住在 这个躯壳 这个败坏的身体里面 我们仍然是被引诱的 可是到耶稣再来的时候 仇敌撒旦就被打败 完完彻彻底底的被打败 而那时候耶稣做王 是直到永永远远的 耶稣再来 另外一件事情 是比较可怕的 就是他再来的本质 那时候是要做审判者 那时候是要做审判者 马太福音第十三章 第三十节 融着两样一起长 等到收割 当收割的时候 我要对收割的人说 先将败子录出来 捆成锅 留着烧 唯有麦子 要收费仓里 耶稣再来的时候 信他的人 跟不信他的人 要完全地分开 不信他的人 会来到他面前 受到审判 这里我们看到 说是留着烧 可是麦子 就是信他的人 是要收在仓库里面 提摩太后书四章一节 我在神面前 并要将将来审判 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 凭着他显现和他的国度 祝福你们 这里保罗就讲到说 当我们来到神面前 我们这位神耶稣基督 他是要审判死人跟活人的 那时候是一个审判者 使徒行传第十七章 第三十一节 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 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 按公义审判天下 耶稣再来的日子 是要审判 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十节 因为我们众人 不要在基督审判台前 显露出来 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 或善或恶受报 所以我们基督徒 在我们一切所做的事情上 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 交账的 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十节 就这么说 我们要来到基督的审判台前 显露出来 不管是我们掖着场着 所做的事情 还是在公众面前所做的事情 都要显露出来 所谓基督再来的本质 到时候不是像在马朝的婴孩 而是要做王 而做审判者 接下来三个要讨论的就是 基督再来信徒的持续的期望 基督再来是什么时间呢 这个时间是什么呢 我们看看圣经里面所说的 基督再来的时间 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第四十二节 这里这么说 你们要警醒 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 是哪一天来到的 圣经很明确地说 耶稣会再来 可是圣经也是很明确地说 没有人知道耶稣什么时候 我再来说一次 圣经很明确地说 耶稣基督会再来 很明确地 可是圣经也是很明确地说 没有一个人会知道 耶稣什么时候会再来 但是圣经叫我们要做好准备 要警醒等等 提摩太前书五章二节 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 主的日子来到 好像夜间的贼一样 它这里最主要的意思是 你们是不知道的 如果你知道贼什么时候 要来的话 那你就会做很多的提防 是的 可是你是不知道的 这里最主要要强调的是 没有人会知道 耶稣什么时候会再来 彼得前书五章第十节 再一次地说到 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一样 那日天必有大声废聚 有刑事的都要被猎活消化 地和其上的物都要被烧尽 所以再一次地 它这里是讲到一个审判 一个惩罚的日子 可是那个日子是什么 是不知道的 是像贼来的一样 是不知道的 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第三十六节 再一次地说 那日子那时辰 没有人知道 连天上的死者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 唯独父知道 所以刚才我说的 耶稣必来再来的事情 圣经是很清楚地写的 可是圣经同样地 很清楚地写的 那日子是没有人知道 可是我今年虽然是快六十岁了 是在这个两千年里面 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来的 在我过去做基督徒的四五十年 我曾经也听过很多人说 耶稣什么时候会再来 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 我就随便地去搜一下 简单地搜一下 吓死我了 记载了很多人说 耶稣过去什么时候会再来 这个是wikipedia所说的 在六百年前 这些是已经记载的 简单地看一下 有八个 为什么会这么多人还写呢 不是圣经说那时候 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吗 在一个17年代 18同样的 圣经很清楚地写了吗 可是就是这样 人就是这样 不是很清楚地写了吗 19世纪 不是很清楚写了吗 如果你去看这些wikipedia这些 很多还记载在 基督教的书刊里面说 耶稣什么时候再来 那有没有说 耶稣将来什么时候会再来 同样的 也是写了很多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很小心 我们查考 我们看网上面的资料 我们要非常的小心 这里我就特别 这个主标是写在 这些甚至是在什么 自称为基督的 executive counsel里面 这些都是有名有姓的人说的 还自己称为是基督徒 弟兄姐妹 我们要非常的小心 圣经很明确地说 耶稣会再来 基督会再来 可是也是很明确地说 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来 那是不是说 不知道耶稣 基督什么时候再来 我们就不当一回事呢 肯定的不是 我们花大部分的时间 在教会里面 就是讲到说 我们做基督徒 在这个成圣的日子上面 我们要怎么样 我在这里就跟大家分享 几段的经文 第一段经文是在 罗马书第13章 第12节 他这里是比较负面地提醒我们 他这里说是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 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 带上光明的兵器 行事为人要端正 好像行在白昼 不可荒验醉酒 不可好色邪当 不可震惊基督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 不要为肉体安排 去放纵私欲 所以这里是比较负面的 说我们不要纵容我们的身体 我们要知道白天快来了 我们要行事为政 要披戴耶稣基督 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 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58节 这里这么说 所以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不要坚固 不可摇动 常常借力多做主公 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 在主里面不是土然的 所以这里教导我们 我们要坚固 我们不要摇动 不要看到说 好像基督 耶稣两千年还没有回来 就不当一回事 这里是鼓励我们 不要摇动 常常接力多做主公 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 都不是土然的 最后在马太福音 耶稣讲了一个比喻 关于他的仆人 他说我们所要得到的奖赏 是什么呢 是希望到时候 我们所交账的时候 耶稣会这样称呼我们 说你这又善又忠心的 这是我们所希望的 我们到交账的时候 耶稣跟我们所说的话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看了 耶稣再来的根据 耶稣再来的本质 他是要荣耀的身体的再来 亲自的再来 他这一次再来 不像是在马朝的婴孩 卑微的 他第一次来 愿意在十字架上面做王 第二次 弟兄姐妹就不是了 他是要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他也是要做审判者 他再来的时候 我们要持续的期望他 要带着肯切 要带着常做主公的心态 我在这里呢 就用一段经文 来接触我们的应用 耶稣再来的应用 这个是在马太福音 第二十五章 刚才我说 在马太福音 去讲的特别的多 在这段经文里面 短短的四节的经文里面呢 我相信 对还没有信耶稣的人 我们要警惕 已经信耶稣的人 同时的也是要做准备 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 第三十四节 这里是怎么说 这个是耶稣所说的 我实在地告诉你们 这世代还没有过去 这些事都要成就 那些是什么事呢 刚才是耶稣再来 发生的一些的事情 他接下来说 天地要废去 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所以耶稣所说的话 圣经所说的话 一样一样的都会成就的 还没有接受 耶稣基督的朋友们 我们多么的希望 你们愿意接受这个救恩 因为当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 是要当着审判者 他的话 一句一句都要成就 第三十六节 那日子 那时辰 没有人知道 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 唯独父知道 第三十七节 挪亚的日子怎样 人子降临 也要怎样 挪亚是旧约圣经里面 与主同行的一位先知 我们通常讲到挪亚的时候 就想到洪水的时候 那时候人民都是很过败坏的生活 那神就很愤怒 就叫挪亚盖一个方舟 挪亚用了差不多 大家估计是有75年的时间 盖这个方舟 他在盖方舟的时候 很多人都嘲笑他们 因为他盖方舟是说 要有洪水来了 会有大雨来了 这些人就嘲笑他 日头这么好 怎么会有洪水 怎么会有大雨来呢 他们就嘲笑他 可是这里就强调了 人子降临也是这样 在他们没有想到 说耶稣会再来 是什么时候 洪水洪雨就来了 在这里就是提醒我们 我们不知道 耶稣再来的时候是什么 但是我们要警惕 信靠主耶稣的人 要准备 挪亚花了75年盖这个方舟 他做了这个准备 我们同时也要做这个准备 因为耶稣再来 我们不要只是坐在外面 等耶稣再来 因为我们不知道 那个时间 我们要以勤劳的方式 以勤劳的态度 再等候耶稣再来 最后 这个是耶稣所多的 他必快来 主耶稣必再来 我们一起的祷告 主当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 我们看到 主你必再来 是要做王 是要做审判者 我们每个人 都要问自己 我们准备好了吗 主啊 恳求你帮助我们 提醒我们 我们是期望 我们是持续的期望 主你再来 我们不单只是要 战战兢兢 怕你再来 我们是要有准备 主你再来 求主你每天的 引领我们的生活 准备 主你要再来 迎接你做我们的王 迎接你是我们的主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耶稣的名祈求 阿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